黃毅打小鴨這一局的比賽啊 水平非常高 有四個角色都發揮得不錯 好 轉球 下滴再轉球 眼看要進廁所了 跳滴 來 再站起來 好 剛好大葵花破掉對手的關廁所 AB折鎖喲 快點關時在角落好 蹲之倒地 小跳 百合者勾到 昇龍 原來 這小鴨是什麼操作 百合者勾到之後也不正常打死了 來了一個 第二時間的昇龍 這波反殺也是 算是非常的精彩啊 剛才說這一局的話 有四個角色都發揮得不錯啊 剛才豬發揮得不錯 發神也不錯 好 選擇一個剛CD 太遠了 跳滴本來可以拉蕭峰的啊 哎 天外飛腳 非常優秀 戰逼帶入一個蕭峰啊 好 又是一個蹲之倒地 但是這一次 連續的 雅之 還來還是不動 啊 突然躲了一個聖龍 這個有點大意了 每個人都是主角啊 這一局 來看這個 這一局 猴子 能不能成為那個主角 抱著氣來了啊 啊 這一波落地要抓剛跑呢 是 錯位了啊 然後直接被秒了 變成個優秀啊 死了 哇 哇 誰爽啊 這個爆氣的傷害你懂的啊 基本上可以秒殺很多 防禦低的角色 好 接下來看看主角碰到誰了啊 哎哎哎沒有繼續追渣 啊 好 差一角進角落 不是很剛過很剛好下跌 再貼 下盤漂亮 藍之山 死 這把六個角色啊 真的啊 除了這頭豬 還有這個動漲 其他都完成了 自己的 定位 歷史使命 看這把落死誰手 誰是那個主角 哇 爆氣 這個距離感爆氣 誰給你的勇氣 再衝 連續下A 好 拍倒 踹一腳 好的 抓到之後 兩個跟反一個陣 非常的精彩啊 這邊好看 記得點贊 關注修修 我一段影片